斯里兰卡警方24号宣布 21号发生的爆炸袭击 已经造成了至少359人死亡 超过500人受伤 斯里兰卡政府23号表示 目前已经逮捕相关的嫌犯40多人 极端组织已经宣称 对一系列袭击事件负责 23号为斯里兰卡全国哀悼日 斯里兰卡政府和许多私营机构 当天降半期 向21号连环爆炸袭击中的遇难者致哀 斯里兰卡总理维克勒马辛哈 23号在新闻发布会上 对遇难者表示哀悼 他表示 有证据显示 此次袭击涉及外国恐怖组织 次政府正在全国范围加强安保措施 并全力追捕再逃的恐怖袭击嫌疑人 斯里兰卡23号进入全国紧急状态 私军队和警方等 被赋予更多采取紧急措施的权限 当晚斯里兰卡全国继续实施宵禁 目前斯里兰卡全国的警察已取消休假 执法机关暂时关闭社交媒体 以防止恐怖分子通过互联网串联 以及不实信息的传播 此外 国际刑警组织和美国联邦调查局 应私方邀请派出的团队 已经抵达科伦坡协助调查 我应该不是十 protr